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要习惯一个人》现在已经全面上市了 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新的 写给每一个爱过哭过失去过 但依然在用力成长的你 你可以在当当京东博库网中搜索书名 《总要习惯一个人》就可以买到这本书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爱情走到头的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抛根问题 是不爱了吗 是爱上别人了吗 是我不够好不够体贴吗 是不是 从头再来就好了 后来发现其实分别 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原因 我们不甘心想要救出分别的答案 最后发现 不如不找 因为慢慢你会知道 很多事情是找不到答案的 缘分遣散了你我 没有原因 不分对错 燕子把行李一件一件 从屋子里搬到楼下的时候 大林就站在门口看着她 想上去帮忙 顿了顿还是没有动手 她看着燕子把所有的东西搬完 两个人在门口说了一句再见 深知 以后再难相见 大林和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异常冷静 丝毫看不出 这是和谈了六年的女友 分手之后的状态 以前我觉得和谈了很久的恋人分手 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过去几年你们亲密无间 她的习惯渗透在你的生活里 她的眼神 你能读出深意 你和她拥有 别人无法比拟的美好记忆 如今却要硬生生地抽离 那种感觉 想一下就特别难受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分别都蓄谋已久 说过再见 就真的不会再见 很多人的分手不是心碎疗伤的过程 更像是憋起很久 终于露出水面 是放松 是解脱 很多人的分别冷清而淡定 都在一起一分钟 都是周末 分手是和解 大林和燕子谈了六年恋爱 见过家长 见过朋友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除了差一张合法的结婚证 其他方面 和真正的夫妻没有差别 就是这样一段稳定的关系 最后也没有走进婚姻 剩下的都是沉默 大林说 当她意识到 燕子有事瞒着自己的时候 当她突然发现燕子遇到问题 去找朋友哭诉 而不是跟她分享的时候 她就知道他们的关系变了 她见过他们深爱彼此的样子 记得他们无话不说的状态 也知道当一个人不再愿意和你分享 当一个人不再把你当作依靠的时候 那就是不爱 大林想了很久 也想不出原因 最后找我喝酒 回忆她这六年的经历 然后她突然之间明白 很多人的分别 不是一次争吵 一次意见的分歧 一次希望落空酿成的后果 很多人的分别像是慢性中毒 你看不到她来势汹汹的样子 也没有体会过她的刺痛感 只是一点一点的压迫 最后变成致命的打击 人是在一天天疏远的 心也是一点点变得灰暗的 曾经几个小时联系不到 你就会心慌意乱胡思乱想 现在几天找不到你 也能心安理得地宽慰自己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学生时代 能够毫无保留地 分享秘密的朋友 也会在之后 许久不见 少了聊天的话题 曾经信誓淡淡说要一辈子 一起走的爱人 也突然之间拉远了距离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恋人要分手 朋友要分别 并不是谁走错了 或者谁走快了 谁走慢了 这一生我们会和很多人相遇 和那么多人认识 但能一起走到最后的 真的为数不多 它们的出现并不是没有意义 没有答案的缘分 也不一定就是错误 我们总会在各种 相遇和错过当中 感受人生的无常 体会感情的不易 然后学会一些什么 我们不该因为感情的无疾而终 就否认它存在的意义 更不该因为 分别而放弃 对爱情的追逐 分别是以后天各一方 分别也是 感谢相遇一场 所以 一切 都有意义 就这样吧 节目的最后 想跟大家说 我的新书 总要习惯一个人 现在已经全面上市了 你可以在 当当京东博库网中搜索书名 总要习惯一个人 就可以买到这本书 所以 我们 收礼见 很安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